对方话题来看到花莲有山枪跑到家里头了 民众在网络上分享自家监视器拍到山枪到放 短短几秒钟闯入民宅画面 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而附近居民也表示最近山枪经常出没 怀疑跟山上的建筑笋产量减少了有关 认为山枪很可能是要找东西吃才会跑下山 监视器拍下一只小动物穿过民宅栅栏 走进屋里逛啊逛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只流浪狗 但其实它是一只山枪 东庄希望走走看看不到一分钟马上离开 就像来巡逻 而这地点就在花莲复礼桑 民众家中监视器拍到 25号早上7点多有小山枪到访 于是就把这难得的画面PO上网 还开玩笑称这山枪是要吃早餐吗 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吗 对啊就第一次啊 觉得现在目前山枪哪个地方可以 有东西是杀多的 都往下面跑 山枪物闯民宅被怀疑就是要来觅食的 因为山枪平时爱吃的建筑笋 今年产量明显烧了许多 三月的时候正常来说应该会量产 今年到三月底量都还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没有是他们的食物 他们应该就会跑往陆地这边 县福农业主委提醒虽然山枪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不过若有发现野生动物的踪击 千万别自行猎捕 并要以电话通报 避免人员与动物出现受伤意外 记得陈敬业欢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